原来布鲁克奥特曼还有金典对决版 卡哥差点忘了把他们介绍给小伙伴们了 那刚好啊 秀赫们都叫卡哥改一个黑暗迪迦 这不就来了吗 好家伙 而今天呢除了他 我们还要把他的对手也改造加强一下 今天怎么做 我们赶紧来开箱吧 哇而这一次经典对决版的连接还是挺丰富的呀 一共有三个地台耶 而地台的街道哇也是连成一线的呀 快来看看第一组折塔被他冲击 哇看着壮硕的身体 这大嘴零件也足以看到布鲁克对他的偏爱呀 最主要是这一只光武的配件呀 哇塞是沿用门隐藏款的呀 哦 紧接载就是好久没有出现的哥莫拉 哇看着凶狠可动的大牙 还有洁白的大爪子 哇沉睡的古代怪兽哥莫拉被叫醒 又是一个超经典的对战场景呀 哇经典版明盒的好处呀 就是不用充满盒 都能拿到自己心仪的奥特战士 哇几个耶 哇这盒又是三根地台呀 而且还能跟刚才的联动组合起来哦 阔 主角增长 加空中型 哇有兰帕尔特光弹 还有手掌光剑 别不说这怪兽做的真用心啊 哇塞是血盆炸口 加索特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擦 哇简简的来开始我们的改战 今天我们的解析 几个不开尽 底家还是挺简单的呀 只要把紫色的地方都涂黑 那就完成了 呜 我看黑底家 还有一个加索特特压体 火焰火枝 哇哦超古代巨人 对战抢过后的怪兽 这对战有看头 台阶的奥多曼大军 有今天新角色呀